杨茜茜 杨茜茜 各位早上 Facebook前面的 令年姊妹老爷早上 我們今天看 《貼廉羅尼加后书》的第3章 我們可以把它分成 若干段落 第一個段落就是第一到第五節 然後就是第六到十二節 然後第十三到十五節 最後就是十六到十八節 最後那段就是祝福 前面第一段就是保羅給他們的鼓勵和勸勉 他就說 弟兄們,我還有話說,請你們為我們討告 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走開,得著榮耀 正如在你們中間一樣 也叫我們脫離無理之惡人的手 因為人不都是有信心 但是主是信實的,要堅固你們保護你們脫離那惡者 我們靠主深信你們現在是遵行我們所吩咐的 後來也必要遵行 願主引導你們的心,叫你們愛神並學基督的忍耐 他一開始就說,我還有話說 保羅還有未說完的話,很想再一次鼓勵提醒 第一件事就是他請教會為他們祈禱 因為其實在當時,不單是教會在一個患難和迫伯的裏面 其實保羅自己本身也在一個很大的迫伯的裏面 所以他掛念教會的同時,也請教會為他祈禱 因為他知道神聽人的祈禱 所以他請求祈禱的內容是甚麼呢? 他說求主為我們祈禱,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走開 因為和合本是用一些比較舊的中文用詞 如果我們用廣東話就覺得很奇怪 甚麼叫主的道理快快走開 我們現在經常都說,你走開一點 這個走開就不是我們平時的廣東話 香港人說的,你走開一點,那個走開 他說求主的道快快走開的意思就是 讓主的道理快快傳遍 越多人知道就越好 用今天的說話就是 但願神的道在列國當中,在遍地爆發 最好就是神的道在社區爆發 大家可能就會有感覺一點 讓神的道快快傳遍 好叫真的得著榮耀 誰得著榮耀呢? 其實是叫耶穌得著榮耀 叫天父得著榮耀 亦都讓教會得著榮耀 這個就是保羅請求教會為祂的禱告 所以其實保羅在一個這麼大的艱難當中的時候 他心裡所掛念的依然是神的道理 究竟有沒有傳遍天下 他有沒有真的做好神託父給祂 這個真的很值得我們去敬重的一個 傳福音的生命 他一生的熱誠都放在這件事情上 無論遇到多大的困難也好 無論遇到多大的困難也好 都沒辦法難阻祂讓福音前進的心智 所以他不愧是愛幫人的使徒 當然他心裡亦都但願 教會都得著他的這一份 但是他亦都很掛念 教會在這些風雨飄搖 在這些迫白患難當中 是否可以暫立得穩呢 所以他很希望他們為祂祈禱 讓福音可以傳遍 讓耶穌得榮耀 精如在你們中間一樣 希望真的每一個地方 每一間教會都可以像鐵手來尼加的教會一樣 因為寶羅書信裡我們都看見 這間教會雖然是新的 但是他們是很有愛的 他們很善於接待 他們都很聰明傳福音 他們的明星傳到極遠的地方 甚至他們在他們自己的地方 也都服侍其他的仲教會 幫助其他仲教會 所以其實這是一間不錯的教會 所以寶羅就說 你都為我們祈禱 希望我們建立更多像你們這樣的教會 亦都願神的教會遍地地來遍殖 這就是寶羅的心智 亦都是他請求他們為他代討的地方 他一一叫我們脫離無理之惡人的手 因為人不都是有信心 亦都要為寶羅祈禱 讓他們可以脫離無理之惡人的手 這些無理之惡人其實寶羅所指的是什麼呢 就是那些自稱為猶太人 他們就去不同的地方 去不同的教會 來散播一些無理的教導 甚至這些自稱是猶太人的人 也都起來迫白寶羅 甚至作公、作見證 來陷害寶羅 寶羅要上法庭的時候 他們也起來作見證來攻擊寶羅 亦都大大寶羅傳呼音的工作難度 混亂他們所教導的 所以寶羅就說 你們都要為我們祈禱 因為有這些惡人的攻擊 因為人不都是有信心 因為這些人不是真心信主 他們不是真心相信耶穌的 他們就在這些地方 來迷惑 在這裏 在教會努力 初信的信徒 甚至也增加寶羅所受的迫白 所以寶羅在這裏也切切地 懇求教會為祂守望 為祂吐告 求神幫助祂脫離這些人的手 第三次他說 但是主是信實的 要堅固你們 保護你們脫離那惡者 但是主是信實的 主是靠得住的 教會是祂所呼召的 所以寶羅也相信 神會親自地去保守教會 堅固他們的信心 保護他們脫離惡者的攻擊 他說我們靠主深信 你們現在是遵行我們所吩咐 的後來也必要遵行 並且寶羅對教會有一個信心 當然這也是他的宣告 甚至是他給教會的鼓勵 就是我們信得過 我有信心 你們一定會做得很好 你們一定會堅守我們傳給你們的道 不單止現在 後來 即以後都會 你們一直都會走在神的道裡 走在我們所傳給你們的教導裡 不偏離左右 這個是寶羅對他們的信心 他說靠主深信 因為神一定會保守 當然這個其實也是對 接受下來教會的一個很大的鼓勵 這裡你也看見 寶羅對著這間教會 他們的確是有一個為父的心 其實這裡的語氣是甚麼呢 其實他們已經被一些假教師 一些教導 特別是關於末日的教導 甚至有人在那裡教導 就是耶穌已經要來了 馬上要來了 很多這些恐懼 混亂的東西在裡面 但是寶羅在這裡 等於用一個慈父口吻就告訴他 你要記住 你是聰明的 你記住 我知道 我相信過 我所教你們的東西 你們一定會守得住的 你們一定是最聽話的 你們是最乖的 不單止你們現在聽話 你以後就算我見不到你們也好 你們也會繼續守住 我在這裡的時候 給你們的教導 因為你們是聰明的 你們是聰明的 其實 一方面是宣告 一方面是討告 另一方面也是鼓勵 也是用那一份情 來跟教會鼓勵他們 要守住寶羅他們所教 其實為什麼要這樣鼓勵呢 就是說其實 已經有些人 有些教導侵進來 要把寶羅所播放的福音的種 來奪去 其實這是一場熟靈的爭戰 是一場爭道的守衛戰 所以寶羅不單止用道理 寶羅也用跟他們的關係 用那一份情來告訴他們 千萬千萬不要讓樂者 從你們當中 將最寶貴的道 這個種子 這個苗 從你們當中拿走 你們堅守這個苗 事後到了日子舊的時候 這棵苗會絕狀成為一棵大樹 所以這就是寶羅心裡 最掛念的一個東西 但是他人又沒辦法 去到貼索羅尼加 你就可以知道 寶羅當時的心情是怎樣 他寫這封信的時候 他背後的心是怎樣的心 第五節他說 願主引導你們的心 叫你們愛神並學 基督的忍耐 所以他只能夠將 他所記掛的教會 交到神的手裡 也相信聖靈會引導他們的心 叫他們愛神 所以其實寶羅尼也提醒他們 一定要持守著那份愛 那份愛神 愛人的心 所以一定要繼續地來愛神 繼續地來學慕神 繼續在神的道裡往前行 繼續來追求 並且要學基督的忍耐 不需要太過 凡事都是說血氣 要學基督這樣去忍耐 忍耐 不需要跟那些人爭辯 我們只需要守著純正的福音 守著純正真理的教導就可以了 要全心的忍耐 因為患難是會過去的 迫伯是會過去的 但是神的道是永遠長存的 這個就是寶羅給當時的教會提醒 但願教會也有這樣的生命 他想見到的是一間滿有生命的教會 而不是只有一個學的這樣的教會 所以他這封信 其實本來寫到第二張 已經差不多可以說寫完了 但是他想起的時候 再一次地去提醒 並且動之以情地 再在第二張的教導上 再加上這個關係情感的部分 來勉勵鼓勵 也勸勉教會 當然他心裡也希望 欣著這份情 所以教會會持守 保羅的教導 這件事就讓我想起 我們被猜出來成立分堂的時候 其實牧師也是這樣的 牧師也是 那一陣子我們知道差不多要出來的時候 牧師就 張牧師 經常都跟我們說 記住啊 你們是聰明的 記住啊 你們是聰明的 阿Dino 我只是提醒你一件事 就是你對港台要有要求 你要守住神的道 你要守住神土 好 這個呢 就是牧師 就是 給我的叮嚀 給我的吩咐 所以 當我們一開堂的時候 我就一直都記住這句話 他那個樣子 他跟我說的時候的表情 常常都在我裡面 所以 很明白 保羅當時的心情 他很盼望 他所愛的教會 他所建立的這些小羊仔 可以 因著這一份的關係 因著這一份的愛 去守住神的道 其實這個也是保羅 能夠給他們教會 最大的一個祝福 亦都是看得出 教會和保羅之間的關係 羊和牧羊之間的關係 那份的愛原來是可以這麼深的 根本真的要慰到我們有這樣的牧者 來感恩 好 我們再看第六節到第十二節 他説 弟兄們 我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吩咐你們 凡有弟兄 不愛規矩而行 不遵守從我們所受的教訓 就當遠離他 你們自己願知道 應當怎樣效法我們 因為我們在你們中間 未常不按規矩而行 也未常白吃人的飯 賭事辛苦勞碌 就夜作供 免得叫你們一人受累者 並不是因我們 沒有權並乃是要給你們作榜約 好叫你們效法我們 然後他就特別提點到 這個鐵薩羅尼加的教會 一件事 他説弟兄們 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吩咐你們 吩咐你們什麼呢 他說凡是有弟兄 其實那些是自稱為弟兄 不愛規矩而行 不遵守從我們所領受的教訓 就當遠離他 就是說如果我們在當中 有些人他自稱是弟兄 他自稱自己是基督裏面的人 但是他所傳的教訓 跟保羅是不一樣的 不是按著保羅留給他們的 那種的教導 那種的規矩而行的時候 那你就要遠離他 就是你不要黏著他 當這些人在當中 來到這樣的教導的時候 你要遠離他 你不要跟他在一起 為什麼呢 因為他會影響你的信心 他會將你帶離開保羅所傳的真道 離開神的道理 那麼這些人會做什麼呢 這樣說你們原知到 你們自己原知到 當怎樣效法我們 因為你們中間 未嘗不畏按規矩而行 其實他說你看得出的 其實你們心裏面知道 因為你們見過保羅 見過他的團隊 他們是怎樣去服侍的 所以你要以這個作為一個標準 你要以這個作為一個測試劑 凡是有人來到教會當中 他們所行的 他們所做的教導 各樣東西 跟保羅和保羅的團隊 有所不一樣的話 其實你們心裏面是分得出的 那你就應該要知道 其實你們要效法的 是保羅和他的團隊 這種服侍的模式 和生命 所以凡是有人來到我們當中 他們行事為人 跟保羅和保羅的團隊 是不一樣的時候 其實你們就知道有問題的了 那麼你們這一類的人 要遠離他們 這一類的人不要跟他們接觸 跟他們要劃清界線 不要讓他們進入教會裏面 不要將港台交給他們 不要將羊群交給他們 因為這些人是不按規矩而行 那究竟這個規矩是甚麼呢 第八節他就說得更加明白了 他說 因為我們在你們中間 未尚不按規矩而行 第七節 然後第八節 有一位尚白吃人的飯 賭士辛苦牢碌 奏夜做工 免得叫你們一人受累 原來有一群人來教導 跟保羅很不一樣 保羅他們來到的時候 他們是服侍教會的 他們不是繞合雙手不動的 他們不是來接受教會的服侍 因為有些人來到的時候 他們來到教會的時候 至稱有一些屬靈的權兵 然後在教會裡面 指指點點 點到教會妥妥令 要弟兄姊妹服侍她 甚至供應她 說就說到天花龍鳳 說到天下無地 自己的事工有多麼偉大等等 你要在金錢上 在各樣東西 來支持我們 然後我們就會進入下一站 然後我們要去哪裡傳福音 說說說到天下無地 其實在教會裡面什麼都不做 只不過捲了一堆的錢之後 然後就去下一站 又去下一個地方 然後他們就算起來教導 他們所教導的 跟保羅所教導的真理 也有出入 但是他們很聰明什麼呢 他們就很聰明說一些天上傲備的事情 說到總之在天上飛 很吸引人 亦都是這群人教導 末世要來了 末世會發生什麼事 靈裡面發生什麼事 又說天事 又說神秘的力量 有多少層級 現在社會跟著什麼權勢在走 這些東西很吸引人的 但是這些東西 不是正經的工作 他們來到教會的時候 其實只不過是為了 有一些利益 然後好使他們可以得著 這些供應、這些錢財 但是跟保羅他們的生命 就很不一樣 所以保羅就說 你們要記住 你們要回想 保羅說 當我和我的團隊在這裡的時候 未嘗白吃人的飯 倒是辛苦勞碌 就夜做工 免得叫你們一人受累 所以他說生命是很不一樣的 保羅他們和團隊來到教會 是祝福教會的 甚至他們來到教會 來建立這間教會的時候 不是為了錢財 不是為了從這些 在教會的身上去謀取利益 反而他們有多少就給多少 他們是用自己的精神、時間 甚至金錢去建立這間教會 未試過白吃飯而不做事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張牧師常常提醒我們 真的我們的恩賜 我們的傳福音 不要讓它成為一個謀利的工具 所以當我們小組長出去做服事 幫助別人的時候 譬如幫人做家居潔症的時候 張牧師也說 千萬不要去幫人做家居潔症 就貪圖別人會請你吃飯 甚至張牧師也告訴你 如果你幫人做家居潔症 千萬不要讓別人請你吃飯 如果他說要請你吃飯 你就馬上快點離開 你就告訴他不用了 所以千萬不要用我們的恩賜恩高 來換取一些什麼利益 如果那個人很感動 覺得教會能夠服侍到他 他想奉獻 可以奉獻給教會 但是我們不要自己 把奉獻放進自己的袋子裡 這就是牧師留給我們一個很好的綁藥 其實這也是保羅的生命 也是保羅留下的一個好的綁藥 我記得即使今天也好 其實也有很多港元在世界上轉來轉去 有些港元來到我們當中給我們一些訊息 但是他會捲走一大筆的奉獻 你聽他的道其實是很傷的 所以在雲雲眾多的港元裡面 我最喜歡的就是我們的Joseph Schillam 舒林爺爺,拉比爺爺 可以說我是其中一個將他帶來611的 我看到一件事,他的生命很吸引我 我經常說他是一本 他是一個懂得吃飯、懂得走路的聖經 他又是一個懂得吃飯、懂得走路的百科傳書 他腦裡的知識多得不得了 我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 我已經驚訝得不得了 他說怎麼可以有一個人這麼厲害的呢 他精通英文、希臘文、希伯萊文 然後還有法文 總之六、七種語言 我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 他打開聖經和我一起讀的時候 他就說這個英文聖經是這麼說的 不過希臘文是這樣的 他說我讀給你聽 然後你讀給我聽 我心想我不懂得讀 我完全不懂得看 但是他真的非常之厲害 但是我覺得我最欣賞他的就是 就是他去到任何一間教會服侍 他真的好像保羅一樣 他是盡心竭力的 我們經常跟他 他每次來香港的時候 他的時間表都排得滿麻麻的 有時候我們都覺得 你都幾十歲的人了 這麼大年紀 是不是中間有些休息呢 應該他不是的 他要求我們把他每一天排得滿滿的 一來到那幾天 就是禮天的時候 週間的時候 就在學房的課程排滿 然後 只要你願意給他開放他 我告訴你 他連青年部區、兒童部區 他都不介意 總之有講道的機會 有教導的機會 他就用盡他 所以這麼大年紀 幾十歲的人來到我們當中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都不忍心 幾天他排得滿滿的 他可以講十幾課 二、二、十課的教導 到最後聲音都沙啞 然後你還要堅持 跟我們聊天 跟我們溝通 跟我們交通 建立那個關係 所以我很欣賞 這個孫林爺爺 而且他從來不提奉獻這兩個字 他就說 神八百給他 他就八百給予 甚至有時候他就反過來奉獻給我們 所以 真的看到他的生命 就很值得我們去尊重 不過待會我們都可以為 舒林爺爺祈禱 他今天晚一點的時候 他要在醫院做一個檢查 醫生懷疑他有這個癌症 所以其實這幾段時間 我都不停地為他祈禱 願神大大的來報答這位良善有忠心的仆人 他也是天國難得的人才 所以我都很捨不得他 希望神大大的顯出他的恩典 大大的醫治他 讓他有機會來到我們新裔當中 跟我們分享神的訊息 所以保羅說 我們要效法 這樣的一個生命 要這樣來服侍 我們很感恩神 將一些這麼有生命的人 擺在我們的面前 讓我們來跟從學習 保羅說 他們這樣做辛苦 並不是因為他們沒有權兵 而是要讓教會作榜約 叫教會可以效法 所以其實保羅知道的 保羅特地建立教會的時候 就是設立一個好的榜約 一個這樣的規矩 以致到後來的人 都要按照保羅的規矩 這個成為一個生命美好的事劑 當後來的人要來教會的時候 但是他不是帶出一種 這樣的保羅的服侍的生命的時候 我們就分得出 這些不是我們應該要效法的 並且保羅甚至說到一個地步就是 如果有這樣的人來 不是按照我們這種生命的模式 來服侍教會的話 你遠離他 因為他說的學術有多麼厲害 他說的知識有多麼偉大也好 與你無益 因為他所說的 他所教導的 他的生命沒有辦法反映出來 這些的教導是空的 今天我們都要用這樣的眼光 來分辨 不是人說什麼我們就去追隨 不是他說得很精彩 我們就去追隨 其實我們要看這個人 在基督裏面是否有那份生命 如果他有那份生命 他就值得我們去跟從 要不然他只是在講述一些 偉大的空談的時候 這樣的教導我們遠離他 因為對生命毫無益處 他所說的他自己不能夠做 這樣的時候是沒有意思的 好接著第10節到12節 他說我們在你們腦裏的時候 曾吩咐你們說 若有人不肯做工 就不可吃飯 因為我們聽說 在你們中間有人不按規矩而行 什麼工都不做 反到尊管閒事 我們靠主耶穌基督吩咐 勸戒這樣的人 要安靜做工 吃自己的飯 你看保羅多厲害 保羅說 在你們那裡的時候 我們已經吩咐過你們 其實是帶著命令的語氣 他說如果有人不肯做工 如果他服侍的事不做 他只繞上雙手的話 就不要讓他吃飯 他說因為我們聽見 在你們當中 有人不按規矩而行 什麼工都不做 也不去教導 應該要做的事都不做 只在那裡好管閒事 並且專管閒事 這些人只會散播是非 這些人只會挑起 人與人之間的紛爭 對教會毫無益處 並且他好像一個毒瘤 好像一個寄生蟲一樣 吸引教會的營養 但是他一點的貢獻都沒有 所以保羅就告訴他 他說我們吩咐 靠著主耶穌基督吩咐 亦都勸隔這樣的人 要安靜做工 就是不要再存是非 不要再管閒事 要做好神託付給你的聖功 吃自己的飯 就不要去依賴教會 要教會來供應他們 但是其實這些人 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些人就是 至乎有屬靈的權柄 然後好像教會欠了他一樣 因為他有屬靈的權柄 因為他有這種屬靈的身份 這個屬靈的權柄 其實是誰給他的 沒有人知道的 他自己自稱的 他自稱他是猶太人 聖經十戒從他們而出的 所以這些愛邦教會 好像欠了他們一樣 他們來到當中的時候 就這樣成為教會的 好像寄生蟲一樣 要教會供應他生活上的所需 供應他飯吃等等 但是只是管閒事 傳是非 正經的事情不做 傳呼音的事情不做 建立教會的事情又懶惰 所以保羅看到這些人 心裡就真的是火滾 所以保羅就在這裡說 他說我要勸戒這些人 要安靜做工 不要再說話了 所以如果你不做工 你不傳呼音 你不去大廈真理的教導的話 你就不要吃教會的飯 你就吃自己的飯 香港人就很明白了 所以如果你不是真的 忠心於神托付給你的聖功 用生命來牧養的話 你就吃自己的飯 這樣就明白了 好,接著十三到十五字 他説 弟兄們,你們行事不可喪治 若有人不聽從我們這信上的話 要記下他,不和他交往 叫他自覺收啟 但不要以他為仇人 要勸他如弟兄 所以再一次提醒教會 他說我們行事不可喪治 這是什麼意思呢 中文的翻譯很難明白 但英文就比較簡單 他說 Do not grow worry in doing good 即是你做好事的當中 不要讓那個憂慮生發出來 即是說 當我們要做好的事情 行神的道的時候 我們就要帶著信心 不要一方面做好事 但另一方面又帶著憂慮 這樣的時候 那個憂慮會蠶食了 我們做神的供的那種喜樂 是什麼意思呢 譬如 譬如我們做一些福音的事工 我們幫助一些貧窮人 我們幫助一些有需要的人 將神的愛帶給他 但我們一方面 將神的愛帶給人 但另一方面 我們又帶著一個極大的憂慮 即是覺得 其實我也很窮 在這個時候 我還給錢支持你的生活 那我會不會更窮 更加不夠等等 保羅說這樣就不好了 如果我們要做一個好事 我們要做一個善事 我們要被人幫助的時候 我們就享受在其中 我們就做得甘心 讓善事的喜樂 的果子可以結出來 不要一邊行事 一邊帶著憂慮 因為這樣的話 那個喜樂就會從我們當中失落 他說如果有人不聽我們信上所說的話 你要記下他 不要跟他交往 要跟他保持距離 不要跟他有份 但是叫他自覺慚愧 希望他可以回轉 但是不要以他為仇人 要勸他如帝興 就是說我們其實 目的都是想挽回他 就是說我們不要跟從這些人的教導 我們要將他拉回來 讓他跟從真理 明白嗎 所以保羅的提醒非常非常重要 對教會也是非常寶貴 他說其實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所有的人都要跟著真理而行 我們千萬不要因為愛心爆棚 或者是太過濫發我們的愛心 以致我們跟了這些人 其實我們要跟他保持距離 保持適當的距離 這個保持適當的距離 這個界線非常重要 這個界線的目的是要讓他羞愧 讓他可以悔改 讓他可以回頭 最終的目的不是要將他打落地獄 將他變成仇人 而是希望挽回他 圈他如帝興 讓他重新立入正軌 大家一起跟著神的道而行 而不是跟著自己的私慾 不是跟著自己的懶惰 這樣來帶領教會 這個就是保羅給他們的提醒 他說如果這樣的話 跟著保羅最後 十六到十八節就為他們祝福 他說 願賜平安的主隨時隨時隨時 親自的給你們平安 願主常與你們眾人同在 我保羅親不問你們安 犯我的信都以此為記 我的筆跡就是這樣 願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 與你們眾人同在 保羅很特別 這封信到結尾的時候 他親自的告訴他 這封信是我親不所寫的 你們認住我的筆跡 我寫字就是這個樣子 大家都知道 其實保羅的 他有眼疾 就是他的眼睛有些問題 所以保羅的字跡 保羅的筆跡有些特別的 就是他寧寫大過人 所以你一看 你就認得是他的筆跡 所以保羅在這裡特別告訴你 這個是我的親不問你們的案 其實他的眼視力不好 對他來說寫信是一個負擔 但是他堅持親手寫這封信 一來對教會是一個很深的愛的表達 也讓教會對他的那一份情 更加的堅固 因著這份的情 因著這份的關係 教會能夠回想保羅一切的教導 這個教導就祝福教會繼續往前走 當然保羅還有另外一個目的 保羅是要讓他們認住他自己的筆跡 那你就懂得分辨了 因為真的有人無認保羅的名字 寫信給教會帶來混亂 帶來迷惑 所以保羅就告訴他 等於是說 新銀子是這樣的 你見過 你明白的時候 以後有假銀子飄到你的面前的時候 你就可以禮手丟掉垃圾桶 根本不需要理他 跟這些人要保持距離 你要知道 什麼才是純正的道理 什麼才是真真正正純正的真理 願這間教會持守在愛 持守在信心的裏面 這就是保羅給他們最大的祝福 也是保羅給他們最大的恩戀和愛 他說 願主耶穌基督 恩常與你們眾人同在 我們看到這封書信裏面 真是一個好的目者 他的心場 亦都對教會是一個非常大的提醒 但願我們每一個人 都因為我們是一間小組長的教會 但願每一個小組長 都有保羅的這一份心 我們都帶著一個這樣的圍父的心 來去牧養教會 來去建造我們的羊群 以至到我們的羊群 在真度上是站立得穩 也都求神幫助我們 讓我們的教會 是一間有生命的教會 如同保羅一樣 我們一生就為我們的神 來去擺上 不是為名 不是為利 願主成為我們當中的幫助 Amen Amen 感謝主 神是真的 神每時每刻都在我們的裡面 一開始的時候 保羅替我們 邀請你們為我們祷告 好叫主的道快快走去 得著榮耀 神要我們上上去祷告 為著這份福音能夠傳遍 所以好嗎我們一起站起來 我們先來求神 給我們有這份祷告的心 有這份對世界福音的心 對人的心 對人的經典 這份的心 好像保羅一樣 祝我们多谢赞美你 主啊 让我们真是知道 在你的祷告的里面 是大有能力的 无论什么时间 当我们起来祷告 敬拜你的时候 你就必然在我们的身边 Amen 圆与困境 吐告 危难女 等候 越过几多 障碍 神伴我 走过 用信心 依靠 神必会 知道 用眼睛 只管愿望 神都隐约我 可思 神定会 每天每刻 看顾你需要 信他别 每日每夜 听你的祷告 无论是雨天 或是晴天 他都及你一点 神定会 每天每刻 拖大你走过 信他别 每日每夜 听你的祷告 无论是春夏或秋冬 他都会 在你身边 神定会 时时刻刻听我们的祷告 你能够 吐咩 如困境 图告 异难女 等候 越过几多 障碍 神伴我 走过 用信心 依靠 神必会 知道 你用眼睛 只观眼望 神都隐约我 夸心 神定会 每天每刻 看顾你需要 信他别 每日每夜 听你的祷告 神定会 无论是雨天 或是晴天 他都及你一点 神定会 每天每刻 拖大你走过 信他别 每日每夜 听你的祷告 无论是雨天 或是晴天 或是晴天 他都会 在你身边 神定会 神定会 每天每刻 看顾你需要 信他别 每日每夜 听你的祷告 无论是雨天 或是晴天 他都及你一点 神定会 每天每刻 拖大你走过 信他别 每日每夜 听你的祷告 无论是春夏 或秋冬 他都会 在你身边 这里讲 神一定会 听我们的祷告 正如保乐 叫我们 都要为这件事情 祷告 好吗? 我们现在一起 为Soram爷爷 来祷告 刚刚牧师 都讲到 Soram爷爷 今天都要去做 这个 癌症检查 我们真的 举手 为祷告 我们相信 今天在祷告 神已经听见 神真的会拖大 保守 正件事情 好吗? 我们举手 无论我们认识他 不认识他 我们都为Soram爷爷 来祷告 猪尽 来祷告 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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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 都在你手里 父母 无论晴天 也好 神啊 你的恩典 都必定 与Soram爷爷 宝尔 主啊 主人的东西是多么爱你 他怎么将他的